这个当下被全球关注的国家为何这么坦,核心提示世界杯正在俄罗斯进行,趁机我们聊聊俄罗斯这个国家,虽然长期来看历史是往前的,但是俄罗斯却存在倒退着走的情况,这个国家为何这么坦世界杯,能救得了。 他骂我是一个优幻意识很强的人,喜欢根据历史和当下发生的事情,去推测未来发生的事情很不幸,我在几年前讲的很多事情开始逐步发生,这其实并不是我想看到的,反而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了于我而言,推测未来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接受一个事实,不是因为事实本身,而是因为事实带来的反差。 对于很多人来说,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突然要它适应和面对一种始料未及的状态这种巨大的落差,往往会让人绝望和崩溃。 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不想在今天更多的去解读。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国家,告诉大家,虽然长期来看历史是往前的,但这个过程是可以存在倒退着走的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当下因为世界杯被全球关注的地方,俄罗斯内部困境,重生。 大家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对俄罗斯了解有多少呢? 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美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反观俄罗斯就像是一个严重偏科的学生军事实,力上可但经济却是严重不及格。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俄罗斯的GDP。 俄罗斯在2014年遭遇西方制裁后,俄罗斯的GDP从2013年2.08万亿美元的巅峰状态缩水至1万亿美元。 据统计,俄罗斯近年来的平均年GDP为1.3万亿美元,201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为-0.2。 2017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为1.4%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017年美国GDP达到了19.36万亿美元,是俄罗斯的15倍可以说昔日的超级大国已沦为最穷的现代大国。 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老百姓贫富差异及严重。 赞助商链接 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俄罗斯顶尖1%的富人,掌控了74.5%的国家财富。 20%最贫困的人口,竟掌控了少于1%的财富。 一边是五彩缤纷欢乐世界,另一边却是黑白萧条场景,穷人靠乞讨为生,而富人开着豪车到处炫耀。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不少俄罗斯女性異形的三观她们的梦想,就是嫁个富豪老公。 因此当地有各种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的培训班更可怕的是,在俄罗斯东部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女性,甚至用身体支付各种费用,可能给大家更为直观的现象。 是东北不少人娶到了俄国漂亮的白人姑娘,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俄罗斯卢布不断,上演暴跌行情从2014年以来,卢布对美金汇率贬值一倍,也就说原来1000卢布,只能买到500卢布的物品。 生活在俄罗斯的老百姓也慌了神,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在涨价焦虑的俄罗斯老百姓, 甚至从自动取款机中取空卢布,对换为美元或是大规模的疯狂扫货。 最近有个去俄罗斯看世界杯的朋友告诉我说,俄罗斯的一切都是那么便宜感觉,就像自己是个富豪一样,其实俄罗斯的物价不低的,只是因为卢布汇率实在太糟糕了,国内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 最近两年来也是连连爆发示威游行,就在世界杯开幕当日,俄罗斯公布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人持至65岁和63岁和将增值税从18%提高,到20%主要是弥补退休金不足的金额,相当于GDP的2%这个数值, 可比俄罗斯每年GDP增长率,还高普京也是够很当然。 俄罗斯老百姓对这项政策非常不满,他们在45个城镇集会,严重抗议这项政策。 简言之,俄罗斯国内经济违拟,卢布贬值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国民生活两局化,社会动荡不安世界杯,无法掩盖俄罗斯那萧条的经济和分裂的社会现状。 俄罗斯为何如此凄惨,昔日世界强国,它的经济,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大家要先知道,一点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 俄罗斯GDP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就是自然资源,故事还是要从苏联解体之后。 说起自从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留下了各种前苏联旧体制的后遗症。 例如经济结构扭曲,市场体质缺乏以及居高不下的债务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所以,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既漫长又痛苦在1999年。 由于石油价格激升,在外汇储备充裕和进口增加的刺激下,俄罗斯经济增长得还不错不然,恐怕事上已无俄罗斯在俄罗斯经济似乎开始要往正路跑的时候。 这个时候普京又开始搞事情了转折点。 在2003年,俄罗斯重新回到国有化的老路,将能源领域企业重新国有化给私有企业加重税。 俄罗斯的经济体制完全由官僚机构以及领导阶层把控,这也是形成贫富差异极端化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时候政商勾结腐败在慢慢发酵,金融诈骗,偷逃国税,侵吞巨额资产等各种乱象,也频频出现在俄罗斯几乎什么都可以拿来买卖。 比如上大学,逃兵役,找工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经济高度集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更明显,2009年俄罗斯经济缩水了7.8%在2010-2012年期间,俄罗斯的GDP增长率,基本没有太大起色。 俄罗斯政府信用一直极差,商业环境也极差,资本外逃严重。 俄罗斯文为一个净资本出口国,在2014年俄罗斯经济更是遭遇两次重创。 首先就是针对乌克兰冲突的国际政裁以及反制裁,其次就是国际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这两起事件都导致大笔资本外流,俄罗斯卢布快速贬值以及国内需求急速缩水。 俄罗斯老百姓越来越苦,2014年俄罗斯的资本外流创历史新高,而资本外流又让政府对媒体、司法体系以及商业活动加强管制,甚至还对外国投资人增加了新的限定条款商业环境变得更差了。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切断了俄罗斯一些大公司和银行的外部资金来源,而俄罗斯反制裁则针对来自欧盟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食品。 这又影响了消费市场以及一些依赖进口的俄罗斯企业至此。 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收入骤减经济衰退老百姓收入减少物价却在飞涨,卢布在狂贬值富人们忙着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差。 俄罗斯面临陷入经济混乱的威胁世界杯,拯救得了俄罗斯。 俄罗斯骂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何还要下血本搞世界杯,为了举败这一足坛盛事? 截至2017年底,俄罗斯已经烧了140亿美元,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60亿美元,2014年巴西世界杯110亿美元的投入,成为史上最烧钱的世界杯。 俄罗斯自然希望用这届世界杯来撬动经济杠杆,给经济打一剂强心针。 回顾历届世界杯的主办国。 1994年美国经济增长1.41998年法国经济增长1.32%。 002年韩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分别为3.1%和0.0%。 2006年德国经济增长1.7%。 2010年南非经济同比实际增长2.8%。 巴西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0.1%。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根据以往的数据,世界杯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经济为筹办世界杯。 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建或兴建了机场、车站、酒店、电视转播中心在内的218个项目。 在世界杯赛事举行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俄罗斯将迎来超过150万外国游客。 这确实对俄罗斯的餐饮行业、酒店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俄罗斯方面预计在成功申办足球世界杯后的10年内将使俄罗斯GDP取得260亿到308亿美元的增长,占俄罗斯GDP总量的2%到2.5%,但我们看俄罗斯这几年来GDP增长率并没有看到俄罗斯人预测的那样。 俄罗斯近年来的平均年GDP为1.3万亿美元,其中201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为-0.2%,2017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为1.4%世界杯火了俄罗斯经济血,没能火起来经济制裁、石油价格下跌等因素,确实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但更深层次的因素却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 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来源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据统计,占俄罗斯近30%的收入来自于能源即原材料产品的出口。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所需的轻工业产品,高技术及高附加值含量的产品严重依赖进口,而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却同时影响了自己的经济结构。 沙迪巴巴自损1000,单一的能源依赖性经济结构国际能源价格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俄罗斯经济的走向。 近几年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多伦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遭遇严禁挑战,甚至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 虽然俄罗斯一直反复强调要改变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能源的局面,但从经济转轨,20多年的情况,看这种局面,还是没有改变俄罗斯经济的核来病,现象越来越明显很难应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 目前来看,俄罗斯政府治理经济的方式,却让俄罗斯一步步走向闭关锁国的地步,面对油价持续下跌,及西方的经济制裁,2015年俄罗斯政府,推出一系列进口替代,政策五年内减少20个关键领域的进口涉及重型机械,电子工程,化工制药等领域。 目标要将对外国农、林业机械的依赖降低56%,食品加工降低53%工程机械,降低34%政府采购,也优先考虑国内企业置于质量,并不是首要标准,从自由化经济到重走国有化老路,到如今有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重振经济俄罗斯,似乎在重返苏联的老路。 历史和其相似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已面临如此局面,对于那个很厉害的国家,不知做何感想。